我們獨立中華民國不照顧基隆人的話 我們就請中華民共和國來照顧基隆人 這種人就是可惡自己 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這次颱風又巧妙的繞過台灣 為台灣帶來充沛的雨量外 同時也最大程度的減少直接登台的危害 轉而跑到中國啦 那以前都是台灣幫中國坦傷害對吧 那每次坦完傷害颱風到中國 威力都已經減弱了非常多 但這次強台直接登陸中國福建 造成當地不小的傷害 像是泉州體育館的屋頂 被狂風濫炸被吹走 不愧是基建狂魔啊 以前台灣幫中國坦傷害之後 颱風雖然減弱了很多 但還是造成了各地非常嚴重的這個 淹水啊 或是這個樓倒塌 或是這個屋頂被吹走啊 非常的慘 當時小粉紅就說 你看台灣破破爛爛的怎麼又老又窮又破 結果台灣每次幾乎都可以挺過強台 但中國這次你們這次就直接體會到 台灣這次沒幫你探是什麼樣的下場對吧 原本看到這個天災也是很糟心的 不過看到小粉紅他們在央視直播上 狂刷希望颱風趕快到日本去炸毀他小日本 看到這個我就嘴角上揚了起來收起我泛濫的同情心 那最近還有一個颱風生成了 他似乎聽到小粉紅的言論了 所以預計在8月2號的時候要繞過台灣跟日本直撲中骨 所以現吃爆來得非常快 這個回禮標也是來得非常快 小粉紅你們真的不要太暖心 帶大家來看一下這些影片 除此之外 遠在千里之外的四川蘆洲也發生了大淹水 那這個水來得又急又快 許多的車輛跟人都來不及逃亡 就被沖走了淹沒在洪水之中 估計又要跟鄭州水災一樣 官方到時候就說只有S幾個人而已 或是根本沒有S 要知道鄭州那個是發生在河南的省會 才有如此的報導 這次這個天災發生在四川的偏遠地區 壓新聞很好壓 我到時候說根本沒有S人 他就真的根本就沒有S人 或是只有2個3個5個 反正一定會在特定數字以內 沒有人會鬧上不了大新聞 前幾天的奇奇哈爾士體育館 攤方也是這樣嘛 對吧 11位女排走了 事後這個攤方屋頂的影片流出來了 可以發現裡面完全沒有鋼筋 而且中共官方不是甩鍋 是屋頂上方的那些珍珠岩那些土堆啊 把他們吸水造成的這個屋頂沉重過重 所以攤方掉下來了 但是那個土堆已經放了好幾個月 而最關鍵的是 他攤是整個一起攤 而且裡面沒有鋼筋 最關鍵的本質啊 還是中國建築偷工剪掉 上面那些珍珠岩啊 只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那這個鍋啊 絕對會是甩過給施工單位的建商 而不是中共教育局或是校長 你怎麼答應這樣的建築品質 當初是誰驗收的 絕對不會甩到他們身上 而現在的風向啊 家長的那些情緒也被帶得很完美 前幾天又流傳了一個影片是什麼呢 必須讓家長們牽制 你才能看自己小孩的 然後醫院還有公安是跟他們說什麼 我下午四五點之後啊 到院我就馬上一直在搶救了 那十一二點的時候告訴他們人沒了 那後來人沒的時候呢 醫生又改口說 其實到院前就死亡了 不就跟李文亮一樣嗎 你搶救給誰看 搶救這個動作不就是拿還可用零件 不然就是做樣子 我做樣子假裝有在急救 那個人都走 但是你還是要打點滴 對不對 因為這事後你還可以跟家長在收費啊 天地良心啊 但我剛剛打開微博看一下熱搜是什麼 然後這個下面有些小朋友留言說什麼 這是台灣跟美國的氣象戰啊 他們在攻擊中國 事關人命最關心的 他們都事不關己 微博上的勒索都是一些什麼 浩大喜功啊麻痹人民的娛樂 取代這些慘況 你看 你不抱這個福建 你不抱這個泉州其他居民 過了什麼樣子的生活 他們這個颱風受什麼影響 你最關心的是五月天 可不可以到泉州開演唱會 我的天啊 成都世大運固然重要 但你可以在開幕上說 在隔壁的這個四川遭受了這個 我們大家為他什麼祈禱祈福 發文表示嘛 我們關心世大運的同事 也關心一下 就在緊挨著在旁邊的四川啊 沒有 而截止至今啊 目前我在網路上 或是我都沒有收到 看到任何成都白紙運動的事件 估計是被監控的嚴嚴實實的 不僅入口外面非常多的警察 還有從外省調來的警察 部分的道路也都封閉 這都是能理解的 但你要求周邊的居民 不得開窗跟錄影 這就奇葩了對不對 記得前幾個月的長安不夜城嗎 聖上跟中亞的好兄弟不是在那邊開會 當時還派什麼警察去入住部分小區居民的家中 監視他們不得靠近窗戶 也不能開窗 現在又有同樣的操作 欸還有些社區的居民 被發了臨時外出出入證 開幕管制一次 閉幕管制一次 相信中國的朋友已經都回想了起來 各社管理的這三年 是不是也有相同的證呢?出入證 我真的是笑死 中國政府有多麼不信任中國人民 自己人民都不信任了對不對 而今天28日是世大運的開幕嘛 那他的開幕跟閉幕都會管制周邊的無線電 你看看這就是怕人民透過無線電去散播一些 對中共不利的言論 中共政府都如此的不信任中國人民了 他還統治了中國人民七十幾年 台灣政黨你還想跟中共談什麼? 中共信任你嗎? 還有啊 講到這個啊 基隆的議員呂美琳啊 昨天不是被我們嗆爆嗎? 結果呢 他在嗆完台灣人討中共打之後 隔天又說了個金句 他說什麼? 我為了不斷章取義啊 我把他整段的意思都說出來 他整段的意思就是說 希望基隆彈藥庫趕快立刻馬上就要搬遷 你可以搬去中南部或是宜蘭 桃園那邊平原很大 你可以搬去那邊 為什麼非得要在基隆? 聽聽看這是一個國家的議員講出來的話 他說什麼? 基隆人為了國家犧牲很多 他們希望把彈藥庫的地啊拿去發展 讓基隆更繁榮 其實這個土地啊移走之後啊 你應該又要賣給建商了 你應該又要草地草房了 然後你們這些國民黨的人啊 那些人啊 你們就會把基隆那個彈藥庫旁邊的土地先買起來 很低價嘛超低價的 買起來之後建商進來開發 開發之後周邊土地自然就漲了 你們就合理的作收漁翁之力 總之啊這個舔共議員就說了 如果中華民國不照顧我們基隆 那我們基隆就獨立 然後呢就請中共國來照顧我們基隆 然後正他們笑死 首先啊 國防部承諾會搬遷 但位置一樣是在基隆市裡面 因為那個地區的人口越來越多 你彈藥庫放那邊 確實會有這個引爆周邊鄰居的這個安危的存在 這個彈藥庫還是會蓋在基隆啊 基隆是解放軍必攻必打下來的一個點 也是必防守的一個點 你彈藥庫搬去中部或是宜蘭 你要怎麼支援 你沒彈藥啦 打到沒彈藥 你跑去中南不拿嗎 那你家金庫不要放銀行 你出門也都不要放卡 你在家裡也都不要放錢 你在屏東蓋一個呂美林金庫 你每次要用錢的時候 你都給我跑去屏東拿 或是你蓋去澎湖 你都每次給我坐飛機或是坐船去澎湖拿 你到底在講什麼鬼話 我們要縮短我們後勤的銷流 而且我們還在我們的島內 你到底在講什麼鬼話 國防部也說啦 搬遷彈藥庫不是一兩天的事情 你要給我們時間去搬 我們也在評估要找地 我們要評估那個地方是否這個軍事設施是合理的 資源可以很到位的 同時他又要規避你說的那個名稱的問題 這個呂美林你怎麼可以大言不殘道 說要給中共統治你瘋了是不是 你給中共統治你出門就給我用臨時外出陣 你就給我好好體驗一下特色管理這三年 你會不會叫 你肯定叫啦 你覺得台灣做得很爛嗎 你有沒有去全世界看一下過 你看一下再跟我說台灣很爛 如果你連台灣都受不了 你跟我說你要給中共統治 你就給我好好體驗一下通縮 你買的房子跌了20% 到時候基隆的土地都是擋的 基隆如果大部分的人想要獨立 沒有意見那是你的自由 絕對沒有意見 但你獨立之後又加入中共國 你就是在學克里比亞 你就是會給我們現在台灣 或是所謂的中華民國 有危害的風險存在 你還好意思說什麼 美國啊 拜託你直接去中共當人大或政協好了 估計你的這個 你連村長應該都當不到 你應該是什麼街道辦書記而已 對面不是有一個六十幾歲 自稱是台灣女孩的人大 示範給你看了嗎 你按照他的模式去走 你就直接給中共統治了 這不是很好嗎 我還看到這張圖 這張圖是呂美玲2015年的照片 他在擦拭蔣中正的雕像 你覺得蔣中正可以接受你說 現在要讓中共治理嗎 蔣中正接受你說有本事就去當兵 為什麼要戰爭 中共打來是我們台灣人 是我們討打 你寫你當初對基隆船長 那個老闆講的話 遠風不動的話 你寫然後燒給他 台灣被中共打就是台灣人討打 這種人就是可惡自己 你在中共國的話 還讓你去質問國防部長嗎 還讓你嗆中央 你馬上入獄了 當年美國把你們這些戰敗逃來的難民 接送過來保護的好好來到台灣 結果你現在反美嗆 台灣經濟繁榮的那個期間 是誰給你資金讓台灣起來 是美國 日本那個時候是誰讓他經濟起來 是美國 中國的經濟起來是誰讓他起來 是美國 中國經濟被美國搞好之後 日本經濟被美國搞好之後 他們兩個有意想弄美國 被美國搞垮經濟 台灣你還在嗆美反美 還說經濟要好 美國搞你的時候 你經濟更慘了 跟你講 不好意思啊 就是說你們是難民 你們戰亂的時候 蓬頭垢面 確實就是難民 我祖輩也說 當年看到你們來台灣的時候 下船的時候 就真的是難民的模樣 把貢業帶來給無辜的台灣人民 然後我們看你可憐 我們會去同情你 會去救援你 結果你反過來捅我們高子 不准我們講台語 不准我們講原住民話 現在反過來又舔貢 想讓我們變成當年難民的你們一樣 你們真的是無恥下作 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 不喜歡記得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爸好 下次見了 Bye